上一节我们讲了弹性力学的一些应用 我们只是讲了一些例子 因为弹性力学它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今天呢我们再补充一方面 就是生物力学方面的应用 我们知道21世纪 大家知道是生命与生物的世界 就是生命科学在我们这个世代里面 受到了比以前更多的关注 包括生物 生物力学等等 弹性力学在生物力学里面 是最重要的一个手段 我们不管是在宏观的结构 还是微观的结构 我们就发现我们人类 所要解决的很多技术上的难题 甚至包括一些理论上的难题 在我们自然界里面都已经有现成的答案 我们上期和讲的 达芬奇它设计的很多结构 直升机 包括坦克等等 我们都明显地看到 它带有自然界的影子 就是它从自然界里学习而来的 因此关键是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 我们如何向自然界学习 解读自然界里面已经有这些非常深奥的科学规律 来为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和科技服务 我们这里面讲了写了列举几个例子 这是我们现在生物理学或者叫生物材料理学 方面的一些几个典型的例子 第一个 这个很热的一个例子就是说 这是一个河叶上面一个水滴 那么这个水滴呢在上面成一个球状 如果这个河叶稍微的一倾斜 或者有点点风 那么这个水滴呢就走了 它就把这个河叶上的灰尘等等都带走了 这叫河叶效应 或者叫自清洁效应 因此如果我们的眼镜 我们的挡风玻璃 我们的衣服等等 如果这样有效果 那么我们就不用洗衣服 下雨的时候你倒要雨淋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是 是一个昆虫 它的腿 这个昆虫它可以趴在树上 或者趴在一些这个叶子上 那有很好的这种粘节效应 我们后面可以介绍一下 那么这是一个蜘蛛 蜘蛛这个蜘蛛丝 蜘蛛网本身来讲 都是非常好的材料跟结构 就是蜘蛛丝它的强度 它的延伸率等等 都远远的或者明显的高于我们用的钢 钢材 就它的性能是非常好的 这种贝壳 贝壳的它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材料 都是跟我们的粉笔是一样的 但是它的强度是我们粉笔的一万倍以上 就是它在通过一些结构的设计 是实现了非常高的强度 等等等等 这是天然的一个昆虫的翅膀 它制备的符合材料 是跟我们现在人类制备的符合材料 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而且远远的比我们的更复杂 因为你看到上面这些纤维它都是带有这种枝材料 都是实现了非常好的强度 我们介绍一个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自然界是如何的神奇 就是我们力学在里面如何应用 这是我们赵峰平博士他做的一个实验 他的观察就是这个什么 残 残呢 他就观察这个残 他怎么接这个茧 他接完茧以后 大家知道这个春残到死四方进 他就把自己做一个房子 把自己包围起来 实际上他没有死 他在里面过冬 把自己包围起来 然后这是残 我们观察这个结构 然后测量它各方面的 从宏观的到细观的到纳观的 它的性能 因此呢 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些研究工作 我们做了大量的实验 来检查这个残茧 就是这个窍 跟鸡蛋壳一样的 它的厚度呢 大概是0.3到0.5个毫米 它的长度呢 大概两三个厘米 我们测量它的各种各样性能 我们就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首先 这种蜘蛛丝也好 蚕丝也好 它都具有复杂的这种多级的结构 你比方说这种蚕碱 它大概就这样七级的结构 从大分子 大分子的折叠 它形成一些原纤维 这些非常细的纳米尺度的纤维 它用这些纳米尺度的纤维 然后才组合成 我们平常看到的 这样的纤维 这个纤维的是维米的 上面的纤维是纳米的 一根纤维看起来实际上一根 实际上是有数万根纳米纤维 它组成的 就是它做得非常巧妙 然后呢 它再用这样的 这是一根蚕丝 那么它包括了这样的两根纤维 在覆盖上一层 包裹上一层胶 然后用胶把它粘成一个蚕碱 这些我们大家同学都知道 然后呢 我们观察这个残碱 我们把它拉列 叫做撕裂 你就发现 这个残碱 它具有非常好的吸收外界能量的效果 在你拉的过程之中 你会发现这个残碱 这是宏观尺度上的断裂 这是裂纹 宏观尺度上的裂纹 它上面有桥连 这些丝呢 连着这个裂纹 使它不容易断裂 它吸收能量 然后呢 如果在细观尺度上看 也就是在微命尺度上看 那么这个丝呢 原来的两根丝 它会脱开 在这脱开的过程之中 它也是要吸收能量的 没有能量脱不开的 然后你再看单根丝 它的断裂过程 它是要从里面拔出来的 你看这是里面的那个芯 它从里面拔出来 这个拔出来的过程 也是需要很大能量的 这还没完 我们再看 它的纳米尺度上 这个丝的表面 断裂的过程之中 也这都是裂纹 或者叫银纹 在这个尺度上银纹 它又在很多纳米尺寸的银纹 这什么道理呢 就是说这个蚕 它已经设计好这个碱 这个碱呢 在你如果给它能量 想破坏它的时候 你必须给它足够大的能量 它能够保护自己 它能把那些能量 通过碱的破坏吸收掉 而它内部的身体 不会受到伤害 因为蚕实际上在里面要过动 因此你就发现 它这个 它这所有的能量 各种尺度上都要吸收能量 加起来是一个很大的值 因此你会发现 很多 好 我们接着看 如果这个残碱 如果从长度方向上 跟宽度方向上 这是一个各样异性的一个结构 因为它不是圆的 因此 它要达到一个理想的承载效果的话 它这个材料性能 应该是各样异性的 你测量结果 你就发现 横的方向 它的性能跟重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是满足我们最优的设计的 好 这个还没有完 我们再看 我们一个残碱 我们用残性力学 或者材料力学去计算 你如果从外面加载 加个点 载和冲击的话 那最强的应该是哪里面 对不对 因为一个凉的话 你最冲击里面最容易撕裂 最容易断开 那么你看看里面的 这个蓝线 它的弹性磨量 它的强度 都明显地高于它的平均值 这个红的是平均值 我们再仔细地看 我们把这个残碱 它不是0.3到0.5毫米厚吗 我们沿着厚度方向 给它切成很多很多层 从巧妙的分开出根层 然后再测它的性能 我们如果学材料力学 简单的 如果一个梁 收一个弯曲 那么中间是一个中性层 它的应变是最小的 对不对 就是那一层 是不需要太大的载荷 太大的承载能力的 因此你看看这个 这个中间那个层 它不管是在强度也好 它的延伸率也好 都不是很高的 它都设计好了 然后呢 我们接着做实验 我们刚才讲 这个丝啊 是有很多很多 这样的一些 纳米的纤维 组成的 微米之境的丝 我们能不能利用力学的办法 或者用力的办法 把这些丝呢 这是它的合成的过程 我们能不能把它 给反过来 就是把这个丝呢 给打成纳米之色的酥 这个我们也在 也实现了 就是我们能够 利用我们力学的办法 弹性力学的办法 或者叫各种各样的办法 把它非常均匀地打开 这给我们制备 很多纳米材料 提供了非常多的机会 一种非常新的办法 这是一个例子 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呢 就是现在很热的一个例子呢 就是壁虎 壁虎落在天花板上 不管天花板是玻璃的也好 是这个 是水泥的也好 它都能够很好的 吸附在一起 那么这个图呢 实际上是一个实验 这个图呢 是把这个壁虎的腿呢 压在一个玻璃板上 我们从玻璃板背面 来拍的照片 然后呢 看这个壁虎 它是怎么吸附在这个玻璃板上的 它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吸力 因为它在这个天花板上 它要飞 要跑 要打架 等等 要抓 要抓它的食物 这都是 它不是说在那待着不动 因此 你如果发现的话 你就发现这些 它上面呢 是有很多钢毛 这钢毛的 这个英文叫赛塔 它这个头呢 它是这样 你看这是一个梁 这是一个梁 这个梁呢 它上面一个头 这个头上面呢 又分出很多很多细的毛来 这细的毛上面呢 又有很多这种平的头 接近一平的头 这个平的头呢 你看还有一个 跟钉子一样的东西 就这样的一个结构 就是能够产生非常大的吸力 如果你这个壁虎没有这样的一个结构 它是没法达到这样的吸力的 这样的结构就是它不管这个基底是平的也好 是粗糙的也好 它这个毛都能够很容易的找到它的一个面来吸收它 然后 而且这个面呢 它还容易剥离 你不能粘住以后它动不了了 对不对 它还要很容易的跑 它想动的时候很容易跑 想粘住的时候很容易粘住 因此人们就开始用力学的方法测 这种力测了它的变形 测它的这个结构 然后我们就不仔细讲了 然后测完什么目的呢 我们并不是说只是来认识这个现象 而是我们要 人类要用这个道理 我们要制备出一些材料来 然后用在工业 用在生活里面 就是说这是一个 我们人类呢 就根据这个道理 然后就模仿这个结构 那这有很大难度 然后呢 如果你戴个手套 你这个手套上呢 是具有这样的 结构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 吸在这个天花板上 是没有问题的 你可以走 天花板上 这都是我们历史的一些 最近几年的一些应用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应用 比方说这个建筑 我们的人类的很多建筑 都是向大自然学习建造的 比方说我们著名的悉尼歌剧院 那么它实际上就是像一个贝壳 根据贝壳它这样一个承载的方式 它设计建造的 这样是悉尼歌剧院 这是可惜那天拍照片的时候不太清楚 这是一个大腿骨 大腿骨 你看 这是一个这样的结构 当时呢 有一个叫Meyer 这是一个德国的一个医生 解剖学家 然后呢 他就观察 然后这个骨的结构 不仅是红弯结构 还有观察的微观结构 他就发现 这个骨头打开以后 它具有很多细观的结构 这些结构呢 它都是一些隔状 隔山状的 或者一些什么样的结构 这些结构呢 上面有些很凉啊 框架啊 这样的一些结构 他把这些凉呢 成为古小凉 古小凉 这是Meyer发现的 然后后来一个叫 这样的叫Kuman 这个人呢 是他一个朋友 去他的办公室来参观 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些 古小凉的这样一些结构 他发现这种东西 如果用在建筑上面 就非常好 于是呢 他呢 就就就就就把他用到建筑上面了 但是后来 这个Ephir就借鉴了这样一个思想 借鉴了思想 然后呢 他就设计了Ephir-Teta Ephir-Teta呢 就像一个人的一个大腿一样 倒地放在那儿 然后他的一些 不管形状放在那儿 而且这些西关的结构 这些这些框架的一些结构 是根据骨头 它的承载的特点来设计的 这都是我们在力学方面 经过严密计算 然后得到的一些成果 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很多例子 你比方说这个翅膀 大家说这个翅膀 这个蜻蜓 或者是这种蝉的翅膀 大家说薄如蝉翼 它非常非常薄 但是它在风里面 或者在里面 它能够承受比较大的载荷 它不容易断裂 因此这都是一些 给我们设计 很多人类的一些结构 提供了很多 启发和这种启示 当然人们现在还从这种 力学从这个微观的角度 来研究我们 这些现在的纳米技术 跟这种我们人类的 很多这种生命 等等它们的相互作用 用一些不同的方法 来研究 这是研究这种骨头 为什么它能够承载 能力很强 贝壳它为什么能够 它同样是碳酸钙物质 它里面加上一点点的高分子 那设计成这样一个结构 它的承载能力 就提高上千上万倍 就是这样的一些结构 当然肌肉 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弹性材料 它就有很强的各样异性 有很强的这种大变形的能力 等等 我们都可以用我们的力学的方法 来够 来分析 来研究 这是心脏 心脏呢 我们 我们系也有一个 一个项目 是跟美国合作的一个项目 就是燃究这个心脏 它的一些 起波器啊 等等它的一些行为 就是用有限源呢 用这个我们的弹性力学啊 缩性力学啊 等等来分析 断裂 疲劳 来研究 然后做很多很多实验 就是把 因为这个 你一个起波器 要勾在心脏上 然后呢 这一辈子可能要用 几百万次 或者上一 几千万次 这样一个量级 要定十年 或多少年 它不能够停止 因此如果它需要非常好的弹性 强度 各方面的性能 因此我们需要从力学的角度 来仔细地计算 否则的话 哪天勾底脱开 那人就就就就就就完了 当然我们还有现在 还有很多年轻人喜欢的这种蹦机 蹦机 我们班上每个同学 他的体重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你比方说一个一个人的四十公斤 和一个人的一百八十公斤 那么下去以后 那这个绳子的设计 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吧 这个东西 首先不能够到水里下来太深 也不能够把绳子拽断 等等等等 就是这些东西 我们将来是可能有道习题 大家可以做一下 就是一个人的重量跟蹦机 那么他的应该怎么设计 当然还有很多 现在的这种力学 就是或者体育运动 他们这些器械 这些领域 也是弹性力学 经常用的一些领域 比如说这种弓箭 射箭 那么它的一个优化的设计 就可以使这个箭能有准确 稳定性好 然后又要射得远 包括我们平常用的 大家用的这种网球拍 那么你 现在的人们的网球的这种 这种发球的速度等等 是非常高的 一方面跟人们的这种 技术的进步 另外另外一方面 就是拍子的质量 拍子的弹性等等 都有很大的关系 这些东西都是跟材料 跟力学等等密切相关的 成竿跳等等 我们这些领域 大家可以在课下再看一看 我们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下面我们转入到第二章 张亮分析 我们有些同学 可能学过一点点张亮 有些同学没有学过 因此我们大概花三个 到四个学识的时间 给大家补一点张亮的 一些最基本的使用的方法 我们没有一个 不讲一些很严密的一些体系 包括一些定义 我们都不讲 我们只是告诉大家 这个张亮 我们是怎么用的 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大家看到张亮的话 大家不要害怕 大家要很熟练的 要能够用就可以了 将来我们研究生 有一本课程叫张亮分析 是64个学识的一个学位课 因此我们现在花 三十分之一的 或者二十分之一的时间 来讲这个课 因此不可能讲得很深 张亮实际上 大家 有些同学学 刘体力学 可能学过一段张亮 实际上我们张亮 每个人都用过 都用过很多次 因为我们平常生活里面的 很多亮 实际上都属于张亮 我们不讲张亮的一些很复杂的定义 我们只讲最简单的坐标系 你比方说 迪卡尔坐标系 或者是圆柱坐标系 里面的一些张亮符号 它的一些计算方法 因为如果这个坐标系 如果比较复杂的话 那张亮呢 它计算呢 跟我们是有些差别的 我们大概讲这几方面 一个是简单的一个引言 大概就是张亮的基本的运算 爱因斯坦 求和约定 然后讲两个符号 一个 一个是置换张亮 我叫置换符号 然后讲这种不同的坐标系里面 这个使量 张亮它的分量是如何转换的 坐标转换关系 然后张亮它的分量 它的转换的规律 张亮方程 还有张亮的一些基本的运算的法则 就是张亮代数 就是商法则 以及常用的几个张亮 我们知道应力张亮 应变张亮等等 大家都知道这位爱因斯坦 这个爱因斯坦 跟我们张亮的发展 是直接相关的 因为张亮在它之前就存在的 但是爱因斯坦 它的广义相对论的大部分的公式 是用张亮写出来的 因为我们在描述 很多物理量的时候 如果这个物理量很复杂 我们平常的很多这种 以前用到的很多符号 比方说温度 或者其他的很多符号 使量 很多直接的表达形式 是不够用的 因此呢 爱因斯坦在它的广义相对论里面 大量的用到了张亮 包括张亮的一些很复杂的一些公式 那么因此呢 在之后呢 人们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就是觉得张亮太方便了 包括后来的理论物理等等 人们大量的用张亮来描述 连续戒指理学 也是如此 尤其是到了后来 人们研究这种大变形 大变形的结构 因为小变形的时候 人们用这种科西应力 或者是这种小变形的 这种小应变的这种分量形式 还是比较好表达的 但如果大变形的话 你在一弯曲的时候 这个面它都方向都变了 等等等等 这个时候你需要 用更复杂的这种量 描述 就是科西应力就不够了 因此呢 流体力学也是如此 因为它都涉及到 比较大的这种变形 这种运动 在这个时候 我们一般的来讲 都需要用张量 而且离开张量 将使得公式过于复杂 比方如果考试的话 有没有一个四节张量 你可能写了半小时 还没写完的81个分量的话 人家可能几秒钟 就把这种写完了 它是多少倍的这种差距 就是我们如果现在 你们将来读研究生 或者做科研 或者是不做科研 就是搞其他的研究 查文献 那么现在力学里面的 大部分的文献 它都要用到张量 符号来表示 因为它既简洁 而且会带来很多便利 就是说 张量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 我们跟选取的坐标系 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从表达形式来讲 是一样的 从表达形式来讲 就是你选一个 迪卡尔坐标系 它选一个 另外曲线坐标系 从张量符号来讲 你表达出来 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你如果用显示表达 把它写开了以后 那就差别很大 张量分析 有两本可以参考的书 一个是这个弗鲁格 德国人弗鲁格 他写的张量 连续借质力学 这本书 在这本书的虚论里面 这个弗鲁格讲 就是只有使用了张量分析的工具 连续借质力学的发展 才如鱼得水 就是说 否则的话 因为你写一个张量的 一个表达式 都需要很长时间 而别人 一个符号就写完了 那么另外一本书呢 就是黄格志先生 等编写的张量分析 这是清华大学出版社 第二版2003年出版的 大家提到张量 大家不要害怕 张量实际上 我们以前用过很多次 我们现在想呢 让大家通过一个 比较简单的过渡 我想大家知道 什么是张量 我们平常用到的 很多标量 实际上就属于 灵结的张量 就是最简单的张量 比方说 我们这是一个 右边 这是一个我们计算的 一个结构的一部分 那么上面的颜色呢 可以表示 它的mix s等效应力 大家知道什么 mix s等效应力 对吧 那么它是一个标量 因为它是六个 应力分量的一个 一个组合的一个结果 那么可以表示温度 温度 这温度呢 是不同的人看 测量的一点的温度 是一样的 就是你从这个方向测量 我从这个方向测量 是一样的 因此它是一个标量 或者一个叫 灵结的张量 也就是标量呢 它是一个数 它是一个数 是一个实数 但是并不是 所有的实数呢 都属于这种 灵结的张量 这种张量 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 它本身 要不随着 坐标系的选取 而发生改变 你比方说一个量 如果你选一个坐标系 测出来是5 那么它选一个坐标系 是6 那么这个数呢 同时一个数 那么它就不是一个 灵结张量 面对一个例子 一个线段 它的长度 这个线的长度来讲呢 是你随便测量 谁测量 都是一样 同样长度的 但是这个长度 这个线段 在X1轴方向的投影 它还是一个线数 对不对 但这个数呢 在X1轴的投影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数呢 已经跟这个坐标系 绑在一起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数 就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 灵结张量 就是它跟你 坐标系是有关系的 因此我们平常 在课里面 经常用到的一些 这种标量 那么质量 温度 内能 内能密度 质量密度 弹性应变能密度 能量释放率 等等 我们大很多量 都是我们标量 它跟坐标系的选取 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考虑一个物体的时候 我们最好 它研究的规律 是不随人而改变的 不论你研究出来以后 跟它研究出来以后 结果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种东西 在工程上 在技术上 是没法用的 我们把这个思想呢 给它推广 我们就是 使量 使量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以前我们学过力 学过速度 学过加速度 还有这一个面 我们一个法向矢量 或者一个切线矢量 对吧 切线矢量 那么它的特点呢 就是说 它不仅仅有个大小 而且有方向 比方说这个U U呢 它可以表示位移 或者是表示一个速度 都可以 然后呢 它呢 可以沿着 这个你所选取的 锁标系 进行分解 比如说在我们这里面 我们采用 迪卡尔锁标系 就最简单的迪卡尔锁标系 也就是说 我们选取 X1 X2 X3 这三个 轴 这三个轴 是相互垂直的 相互正交的 然后呢 它的基石量 1 1 1 2 1 3 或者叫I J Kai 它的长度呢 是单位长度 单位长度 那么这样的 这个轴标系呢 我们知道 叫迪卡尔轴标系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XYZ 或者是这样的来表示 是一样的 然后呢 这个轴标系呢 我们如果没有特殊的约定呢 我们采用右手轴标系 对吧 右手轴标系 就是说 如果从一轴 大家转轴 这个三轴呢 是沿着你转的方向的 右手转的方向 那么 它在来 基石量满足这样的关系 就是EI EI 乘以一介 它要么等于零 要么等于一 这大家都知道 如果 它自身 点称它自身 那么它就是一 如果它自身 点称另外一个基石量 那么它就是零 零 所以点称呢 我们一会儿再讲 大家也知道 实际上就是这两个量 那么一个量 在另外一个量上的 它的头影 然后再乘以 它们两个的长度 对吧 这是叫点击 那么这个U呢 就可以分解 分解成U1 U2 U1 1 加上U2 12 加上U3 13 那么其中呢 U1 U2 U3呢 我们就称之为 这个U 它在这三个 轴上的分量 就三个分量 U1 U2 U3 1 12 3呢 是三个基石量 这大家都很清楚 那么显然 U1 U2 U3 这三个分量呢 是跟你坐标的选取 是有关系的 对吧 跟你坐标选取 你如果这个轴 这个坐标系呢 如果发生一个转动 那么这三个分量呢 都要发生变化 都要发生变化 但是这个 这个矢量本身 它并没有变化 对不对 就是你测量的分量变了 并不代表 它这个矢量本身变了 矢量本身并没有变 就是矢量 你说这是一个矢量 从这头到这头 你测量的分量不一样 它测量的分量不一样 但是它描述的 这个物体本身 是一样的 是一致的 是没有改变的 对不对 是没有改变的 这个叫 这个矢量本身 是不随你 存取的坐标系而变化的 并不是说 它的分量是不变的 我们很多矢量 那么矢量是怎么来的呢 矢量就是说 我们一个物理量 它用一个标量 没办法描述 你描述一个力 我们一个力 加在这个桌子上 我们既有这个力的大小 还有我加力的这个方向 这个时候呢 你就必须 我考虑 这个力 把它方向描述出来 把它力标出来 这是一个来源 就是我描述一些物理量 需要考虑它的方向 那么还有一些物理量呢 比方说我们一个温度 一个温度场 温度场 这温度场本身呢 它是一个标量 每一点的温度 都是一个标量 对吧 但是我们如果描述一个物体 它的热传导 物体的热传导 我们热传导 它的热的量的传导 是跟温度本身 没有直接关系的 是跟温度的梯度 发生关系的 也就是说 我们要求它的温度的梯度 这温度的梯度 是什么关系的 我们一般来讲 一个矢量 我们呢 在下面加个我们同意 在温度也同意 把这个在下面加个波浪号 表示它是一个矢量 或者是一个张量 加一个波浪号 因为我们用笔写的时候 没有办法写成黑体 那么这样一个标量 当我们考虑它的变化的时候 那么它就出现了一个矢量 出现了一阶的张量 这是一阶的张量 因为你如果是一个 这温度场的话 它以变化的时候 它们它出现的是一个 是一个 它的变化是一个体度 是一个矢量 就是矢量 它有这两种来源 这是我们描述物理过程所需要的 好 那么我们就是矢量 矢量呢 它是既有大小 又有方向的这样的物理量 但是有大小 有方向 并不意味着一定 它是一个一阶张量 跟刚才一样 你要考虑这个物理量 或你定义的这个物理量 要跟你选取的坐标系 是没有关系的 所谓没有关系 不是说它的分量是不变的 它分量一定是变的 毕竟坐标系选取 一般是要变的 但是 一般的要变的 但是它的总体是不变的 你没有这个力 或者是位移 你不同的人算出来 它的是一样的 那有没有量 就是一个矢量 它有大小 有方向 但不是一个一阶矢量呢 大家能想出一个例子了吗 实际上我们平时用到的 最常用的一个量 就不是这样的量 这是一个坐标系 一轴 二轴 三轴 这是一点 我们常讲的使径 我们平时也把它写成二 对吧 二 因为它从原点出发 到这一点的这样的一个量 它是有大小的 它是有方向的 但是 它是跟你选取的坐标系 是关系在一起的 你原点选在这个地方 那么你换来是这个量 你如果你换另外一个坐标系的话 你选在这儿的话 那么二呢 就是这个值 对吧 其实我们就说 大家如果理解 能理解就理解 不能理解再说 就是这个量呢 就是不是所有的这种 大小的方向的量 都可以看成长量 那么它的分量 要满足坐标系的这种转换的关系 必须满足坐标系的转换关系 如果它分量转换关系不满足 那么它也不是长量 因此现在呢 我们到了矢量以后呢 我们呢 有三种表示方法 一个矢量 我们用这样的三种表示方法 第一种呢 是我们用一个U 这个U呢 是黑体 这是我们在课本上写的 就是我们用黑体 或者是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U呢 我们如果手写的话 就在下面加个波浪号 表示黑体 就这个量 如果你加波浪号 那么它就是一个矢量 或者是一个张量 那么这个量写完以后 你看如果写完以后 你在你的作业本上写上这个量以后 那么这里面看不出 你所选取的坐标系是什么样的 对不对 因为它跟你选取的坐标系 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这里的坐标系 不反应在这里面 那么还有一种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分解技法 就是我们把它写成 我们以前的U等于U1 U1加U2 U2加上U3 U3 就这样的方法 或者是用求和符号 用求和符号把它写出来 那么这种方法是很直观 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 就是说如果是一个 一阵一个量 你还能写 如果是一个张量 一个高级的张量 那你这样写 可能写成一篇纸 才把这个分量写完 你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运算 因此你就没有办法把它写完 很复杂 那么跟这一个对应的 还可以把它写成 这样的一个分量形式 这个分量形式就是Ui 我们用一个白体的U 这个书本上不用黑体的 然后把下标给它写个下标 这个下标 这个下标呢 你可以随便写什么都可以 你写成ui也行 你写成ua也行 你写成um也行 这根据你喜好 你随便写个分量就可以了 这个你随便写 它写完以后呢 就是说它本身有三个分量 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表示 这个i呢 从1去到3 如果在三位空间里面 就从1去到3 如果是平面问题 那就从1去到2 如果平面问题呢 我们这下标呢 就不用不用这种拉丁字母 而用希腊字母写成 uα或者uβ 或者uβ来表示 总之我们有这样的三种技法 如果我们在课本里面 会以这三种技法呢 都会用到 因为这种技法呢 在我们讲很多问题的时候 你是能够很清楚地理解 它的物理意义 那哪个方程是哪个平衡 跟哪个平衡 但这些技法呢 就在对于你计算 或者你来写一些一般性的方程来讲 是非常快捷的 非常方便的 大家对这三种技法 都要掌握得非常熟练 大家就随手就能够转换的 这样我们 如果一点的坐标 xyz 我们也写成 也可以写成 就是简单的写成xi 或者是写成一个x 或者写成一个x 一个黑体 加薄浪 它都有这种三种技法 就是一点的坐标 也有这种三种技法 那么一点 这样的两个点击 两个矢量的点击 点击呢 也叫数量击 就是两个点击 那么它可以写成 u1加u2加u3 这个大家都是很熟悉的 就是为什么这样写 就是因为 你A等于A1 E1加alb2加a3b3 乘以b 后面也是同样展开 然后一点乘呢 只有相同的两个矢量点击 才是1 对吧 不同的就都没有了 因此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值 可以写成求和的符号 这样写 这是我们以前经常用到的 因此讲到这儿 我们就引进这样的一个约定 就叫爱因斯坦求和约定 爱因斯坦提出来的 这样一个约定的符号 爱因斯坦求和约定 爱因斯坦求和约定呢 主要是关于这个张亮 或者是亮 它的这种下标 下标 这个下标呢 我们用笛卡尔标系里面 在我们这本书里面 全部用下标 你如果看文献的话 你会发现 有的书里面 它用上标 有的书里面 有更多的书里面 上标下标都有的 这是它跟你选取坐标系有关系的 这我们这里面不讲 大家就要知道 它是上标下标 这些标都是一样的含义 只是坐标系的不同而已 然后呢 爱因斯坦他说 我用一种简单的办法 就不要这个求和约定 不要这个求和号 而是把它改成 直接的写成UI 就是任何的一个矢量 如果它的这样分量呢 我们就把这个求和号给它去掉 如果两个点击呢 也可以把它去掉 就写成这样的 就是在一个柿子里面 比方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柿子里面 这是一个张量或者一个量都可以 这样一个表达式 或者是 这都是我们一些张量的一些表达式 好 我们休息五分钟 支持果筹